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有很多人间秘境 当你要到达这些人间秘境的时候 你应该要开什么样的车最适合呢 当然今年绝对不能够错过的私房景点 还有选车的全攻略 都在今天精彩的梦想间57号 那首先我们先来跟达人朋友们 好好的聊一聊 最近我想所有的达人们 应该蛮常去一些台湾的 著名的一些景点 那有没有一些你们口袋里面 觉得不错的私房景点 可以推荐给大家呢 罗哥 对 我先推荐这个 我也很常去 每年去个好多次 我说连试车的时候都好去 我去推荐的是宜兰的 在东... 其实它是在南澳的那山那谷 那山那谷 如果有露营的 玩露营的人 应该很熟悉这个场地 因为这场地非常的难定 大概半年前就要预约 所以它是一个露营的场地 对 它是一个很大的露营场 我们曾经在那边弄包场 才只包过它一区而已 两区就可以包八十丈 所以它是很大的场地 是一片大草原 它分了好几区 而且现在不只可以露营 它也弄了几个露营车 露营车有大概四台 然后有几个小木屋 所以主力还是露营 它这个... 你可以看它这边有一个空拍图 它旁边就环绕一条溪 然后它场地非常非常的大 而且它有一个大特色就是 它的卫浴设备是干湿分离的 做得非常好 这个就很棒了 对...做得非常好 然后它在夏天 特别特别受欢迎 为什么 因为它旁边的那条溪 他们做了两个东西 一个是飘飘河 小朋友最爱 就是你坐着游泳圈 然后从上游这样一直飘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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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 而且是天然的 然后再来就是溯溪 你要换全身安全装备 然后有一条很漂亮的溯溪 还有一个地方可以玩跳水 所以很深很凉 所以这个地方又可以露营 又可以玩水 最近又引进了沙滩车 其实我不是帮它打广告 只是我真的很熟 很爱去那 所以你讲我就淘淘不绝 有时候我试车就不是假日 我们有时候试车不是觉得开一开开 就跑到那边 因为南澳这个地方就是书花改的前面那一段 它就到了 还没有到正式塞车那一段 就很方便 不小心开一开开开 就网花动一走 就走到它那里去这样 有时候要约好 那个门口借我拍一下 因为我们有时候拍车子也需要一些草 漂亮的景点 所以就觉得这个地方是蛮值得大家去 大家上网查一下 有在露营的人一定知道这个 所以观众朋友 如果你到达那个景点的话 搞不好你会捕获野生的罗哥 那艾大呢 你平常都很忙吗 你有出去玩的时间吗 有啦 一定都在你们家的那个 就是车库玩一玩而已吧 我们家现在就是车库可以打电动嘛 然后前面院子 我就叫小孩拔拔草这样 所以你的景点在你家车库 当然不是啦 如果说私房景点 我觉得倒不至于啦 但是去年 其实我带了小孩子上了一趟武岭 不是武岭 那个清静农场 清静农场 看绵羊嘛 因为小孩子也喜欢 但是我发觉 哇塞 这个实在是太不适合我 因为我小孩子太小 第一个坐车 它没有办法这样绕来绕去 第二个 时辰太长 塞车塞爆了 我发觉小孩子大概坐车 不能超过两个小时 对 紧绷 尤其他们坐在安全座椅上面热 超过两个小时 大概他们就会发狂 就有点变身的那个概念 你后面没有冷气出风口吗 有啊 当然有啊 我那个冰释还蛮不错的 但是耐不住绑着那不能动 所以我就觉得有点害怕 不敢带孩子去太远的地方 所以后来呢 我大概就是北到基隆 南到新竹 但是最近因为树花改通了之后呢 我就鼓起勇气 开了一趟树花改 就是在上个月的时候 带了小孩子去花莲玩了一趟 那当然因为那边景点 有一些什么海洋公园啊 有看一些海豚啊什么的 那我觉得可以推荐几个这个 像我们这种是比较属于这种比较 不那么热 不是这么的刺激的景点啊 所以一定要有拍照的行程啊 大家推荐的是这个 网美打卡景点 对 网美打卡景点啊 这是花莲最新的一个这个 货柜屋的这个咖啡厅 当然因为它离市区相当的近 而且它是知名的设计师所打造 你看看这个货柜屋上面 有非常多非常多独特的一些设计 我觉得很有趣喔 而且你去到那里 表示你跟得上时代 很好拍 不管是Facebook 不管是IG拍照打卡 我相信你都会获得非常多的赞 那当然里面它也有一些 设施可以逛 最主要是它离市区不远 第二个它外面有非常大片的停车场 free 不用钱 然后停得很开心 进去里面你可以享用咖啡 里面它有一些卖场可以逛逛 甚至它一些知名潮牌的这个店 还蛮特别的 而且我大概第一次看到 维树这么多这个潮牌相关的商品 在那个地方去做展售 我觉得蛮有趣的 还有一点 它这个在我们刚刚讲的 它有很大一个停车 它停车场的外围 还有一些属于儿童的游乐设施 我相信父母亲都知道 你不要 我们不要介绍什么很厉害的景点 只要介绍告诉你说 这个小孩子放电 会放到没电 父母一定说我要去 外面那个游乐设施 它可以开一些行动的电动的机器人 行动的这个电动车 甚至它那个电动场地 规划蛮不错的 它有交通耗制红绿灯 我觉得在孩子游玩的当下 还可以学习一些交通安全的知识 蛮好的 再来你往外走 你可以租电动车 它有一个沿着海滨走的一个道 开着电动车载着你的这个小孩子 然后吹风 很开心小孩很开心 而且我刚讲我上 其实我去了好几次了 我上个月才带小孩子去 走这个苏花改 我觉得苏花改 最近7月1号 它开始就是又把速度提速 还有一点重点 我发觉到 它这个后面 这个推出了蛮多美食 有这个玉璃的这个臭豆腐 那个排队排到不得了的臭豆腐 竟然在这个地方 你就可以吃到 还蛮特别 可以推荐大家去逛一逛走一走 拍拍照达达达卡 还可以吃吃臭豆腐蛮开心的 对所以如果是住在北市的朋友的话 这个短行程倒是还不错 重点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大家都闷坏了 我们稍微可以往那个都市以外的地方 走去的话 心情就会开朗许多 那老谢你长期在到 但是你的故乡在台湾 那你有去玩过台湾什么地方 你觉得不错的吗 我常说我是那个台湾的这个 乡镇市的小吃达人 台湾你只要讲得出来的小吃 我大概都... 应该我都有吃过啦 从北到南都知道 看体系就知道了 然后花东我也是一样 全部都吃过 像我的故乡在彰化嘛 我很爱吃肉丸 所以台湾有名的肉丸 我大概都吃过一次了 我今天也是要推荐一个 这个也在中部的这个 后锋铁道 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这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啊 觉得真的有震撼到 为什么他是一个旧铁路改建的 然后他一边骑一骑 可以骑到后里去后里马场 所以如果你带小朋友去的话 你可以先搭去后里那边马场 然后骑个马 现在有没有我不知道 因为很多年了 然后后来 你再可以在骑完马之后 你可以再往东四的方向跑 然后骑十几公里 慢慢骑啊 他也有电动的那个脚踏车 就慢慢带小朋友这样骑 其实那一路的那个景色 真的很壮丽啊 老实说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看到 我说哇 台湾还有这种地方 这个整个这种绿野 然后到他那个河边 他有个铁桥很漂亮 然后看到那个 那个溪流还有那个石头 哇我真的觉得 那个地方真的很适合全家去 而且我觉得最适合带 最适合一种状况去 就是你带暧昧的女生去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要骑脚踏车 你带暧的女生要骑脚踏车嘛 骑脚踏车会累嘛 累的本来是一天的行程 就自然而然 可能会变成两天一夜 哈哈哈哈 那懂意思吗 你像全属老谢个人行为 不代表本台立场 满脑子 不错的思想 我说暧昧的 不要人家不喜欢你 你不能怨同他啊 他这个不行不行 没有就是有暧昧对象 想要追求一个女朋友的话 你现在有暧昧对象可以带去了 好那当然除了刚才老谢推荐之外 乃哥你真的是全神走透透啊 你推荐的景点是 听说是台湾的纽西兰 对啊我觉得我跟这个罗哥很像 因为今年这个营区才刚开 然后我大概已经去了八次了 这个就是花莲的崇德农场 这个地方刚好 他有15分钟的路程 分别是什么你知道吗 他刚好是苏花改的崇德出口 就是最后一站 苏花改一出来15分钟 就可以到这个地方 然后再来到这个货柜屋 大概要30分钟 因为他是在过花莲市 要经过市区 然后再来呢 15分钟又可以到太鲁阁 所以他等于说是得天独厚 但是他跟台湾所有的营区不一样 刚这个罗哥一直介绍说 纳山泰谷是非常大的营区 其实他这个开发还没有完全开发 就已经有10甲地是营区了 很大 一万一几 他有300甲 那300甲是什么概念 纳山泰谷80涨 这边可能8000涨都放进去 所以他现在是逐步开发 因为今年才刚开始 那其实我觉得他比较特别是什么 夏天才是属于他的日子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啊 东边 住东边的人 你不要问他有没有夕阳 因为看过去就是山脉 但是他一定有日出 而且夏天才有从太阳 从海平面升起来的 你过了夏天 其实都是从云层出来的 所以只有夏天你去这边 那这边正好面对就是太平洋 第二他可以玩不只一天 刚刚飘飘河啊什么的 他现在也有玩海 就是粒甲 他有这个沙滩车 他本来就有 而且他本来就海滩 所以有越野路面 所以就算你自己不租车 想要试试看自己的技术的话 你也可以去那边 那边也有脱臼的电话 如果女生技术 技术不好的话 也有挖土机 可以把你救出来 那边是不是也有独木舟 还是什么对 独木舟立奖 那个四点出去看日出 对 滑出去然后看日出 然后看那个断崖 对 清水断崖就在旁边嘛 对 然后小朋友有牛有鹿有很多小动物 可以在那边喂食他们 对可以玩 然后那越野沙滩车是小朋友都能骑的 最重要他还有什么 他还有这个平地起飞的这个飞行伞 台湾大概只有五个地方可以平地起飞 他就是其中一个 那但是特别是他可以飞到太平洋上 哇 一般我们大概都是在山区有没有 像宜兰你是在山区面对海 但是你飞不到海 因为你飞到海 那就是一个越野行程的很远 那这一个只要一上去 飘一下就到海上 海中间再回来 所以我觉得这一个 为什么会有台湾纽西兰之称 就是有这样子得天独厚的地方 对 所以这边算是很不错的地方 而且一定要提早订 因为那时候我去那边试车的时候 老板跟我讲说 乃哥打电话跟他说要订房间 而且他是要跟妹去露营 然后结果因为没有提早订 被我爆料了 要提早订才会有房间 如果你没有录影车的话 的确那边的风景是非常优美